中国人美女美女 日本人你礼貌吗 美女用日语怎么说呢 你可以说 可爱女女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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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美女 但是呢 在日本是不过这样去喊女生的哦 如果你这样喊女生 她一定会被吓到哈 比如你看到前面有个女孩子 钱包掉了 捡起来想还给她 你想说 美女 你钱包掉了 但如果你用日语说的是 对方可能一边害怕 一边赞赞赞赞赞的拿出手机报警了 も、も、もしもし 警察ですか ここには変態がいる 助けて 喂喂喂是警察吗 这里有变态 啊救命 很多同学呢可能不理解 为什么呢 在我们中国美女 甚至只是对陌生女青年的 统一的礼貌的称呼 对吧 我呢就经常被叫做美女 但是在日本 是没有叫美女 或者帅哥这样的概念的哈 要是一定说 谁会这样叫呢 那可能只有黑道 或者是小混混了 喂 你们看 是个美女耶 看得今晚有乐子了 哈哈哈哈 你们也可以尝试的把美女 换成美人 或者小美人 应该能够理解几分语感了哈 是不是感觉很流氓 很变态 人家不报警抓你 抓谁呀 包括像帅哥 小哥哥这样的称呼 如果你是一个女生 在大街上 千万不要乱喊 因为在日本 只有一种职业 就是皮条课 或者战街女 拉课的时候 才会这样去搭讪 日本的男生的 啊啦 那边的小哥哥 要不要过来转转呀 那边的帅哥 要不要跟我做一些 有趣的事情 知道了吧 所以如果你走在 日本的歌舞机厅 有人这样喊你 你一定要管好自己了哟 那话说回来 正确的 不会被误会的 搭讪的方式是什么呢 今天教大家 万能的搭讪用语 あの すみません 记住这句话 任何场合下 想要搭讪 别人都会停下脚步 认真听你说话的 首先 あの 在日语中 是那个的意思 比如 那个钱包 あの 财富 那个人 あの 人 那本书 あの 本 当你跟日本人说话 一时半会想不起来 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 就可以用 あの 来拖延时间 而后面的 すみません 在日语中 有三种意思 第一个 引起注意 相当于英文中的 Excuse me すみません ここに行きたいですか すみません 道迷いました すみません 搭带落としましたか 第二个 轻微的抱歉 很多教科书呢 都会翻译成对不起 但是呢 要注意的是 作为非常容易道歉的日本人 道歉的说法 是有很多种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种呢 也是因为表示 道歉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比如 すみません 就是只能表示 轻微的道歉 举个例子 比如你今天端着一盆水 不小心 破到了别人身上 这个时候你说 すみません 是能够起到 道歉的作用的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手上 端的是一盆 不小心破到了别人身上 不说话还好 要是你说 すみません 可能别人会当场气的 把你拉进 阿里堆里给打一架 第三个 还可以表示感谢 虽然日语中也有 ありがとう 这个表示谢谢的正统单词 但是呢 你会发现在日本 大家还是用 すみません 表示谢谢更多的 比如你看到 抱着一堆文件的日本同事 掉了东西 你过去捡起来还给他 他大概率会说 すみません 电梯们即将关闭的时候 你看到同事跑过来的声音 赶紧按下来开键 同事经验机 也大概率会说 すみません 因为日本人 他很怕给别人添麻烦 所以如果自己的行为 给别人添了麻烦的时候呢 就会用 すみません 来代替 ありがとう 表示感谢 好了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记住万能的大善用语 あの すみません